这个唯一最多心的三颗心 然后还是向陈姐学习嘛 对吧 她的一些这个精神 在带领我们所有的年轻队员 带领大家冲击下 接下来呢是男子单打的决赛 其实这场比赛呢 要说没有悬念的话 也是因为最后的冠军呢 肯定是会被江苏队获得 因为两位选手呢 都是来自于江苏 说明江苏队呢 确实是一支传统的羽毛球强队 为国家队呢 输送了很多优异的人才 今天呢 经过了五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之后呢 杀进决赛的是 石雨琪和陆光祖 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呢 石雨琪呢是直落两局呢 击败了老将陈龙 那场比赛呢 石雨琪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赛后呢 也得到了陈龙的表扬 就是高度的赞扬 就说他的这个不仅仅是年轻啊 同时呢 他整体的技战术呢 也是达到了非常成熟 巅峰的一个阶段 这样的密集赛制 对于陈龙来讲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毕竟他已经32岁了 所以呢 他在昨天的铜牌争夺战当中呢 是选择了殷商退赛 这样湖北的孙飞翔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铜牌 陈龙组是在半决赛当中呢 是战胜了孙飞翔 比分呢 还是相差的非常悬殊 21比6和21比11 陈龙组是1996年出生的球员 他比石与琪呢 稍微小几个月啊 小半岁 身高1米78 来自于徐州 12岁进入江苏省羽毛球队 16年进入到国家2队 17年进入到国家1队 在上一届全运会当中呢 他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第三名 铜牌争夺战章中呢 是击败了赵俊鹏 石与琪呢 是上届的比赛当中呢 是打进了决赛 最终呢 是败给了林丹 关于全运会的男丹的比赛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悬念 就是随着林丹的退役之后呢 谁能够成为后林丹时代的 新的男丹王 林丹呢 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呢 是连续四年拿到冠军 在上一届是非林丹的冠军呢 还要追溯到罗易刚的时代啊 到那一代呢 那个时候是 林丹是刚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还是一个幼年的超级丹 在决赛里面是输给了湖南选手罗易刚 0比0 现在罗易刚呢 已经是国家队的 女单组的教练了 那么我们继续呢 来为各位直播这一场比赛 两位球员啊 分别身穿这个主客场的 不同颜色的球衣 石宇齐身穿红色的球衣 石宇齐的职业生涯呢 一直都是比较看好的 而且呢 他也是在国家队已经是 单纲了这个主力了 可是呢 2019年7月份印尼公开赛的 第二轮比赛中呢 对阵丹麦选手安东森 他在6比7 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 前场就球 造成了他的 左脚的脚踝韧带撕裂 而这个伤病呢 其实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石宇齐 他非常勇敢地选择了手术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距离东京奥运会很近了 奥运的积分赛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石宇齐还是选择了进行手术 尽管呢 后来奥运会呢 延期一年 就给了石宇齐 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恢复 但是整体来看呢 这个训练 并不是很系统 而且伤病的情况呢 时段时序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有一些疑难杂症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尽管队医和保障呢 都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个帮助 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 莫名的疼痛 通过医学检查 也很难确诊 所以呢 整体的训练 并不是说非常的系统 所以对于 石宇齐的未来 植与生涯当中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 在没有伤病的情况下 稳步地提升 江苏男团获得了今年的 全运会团体的铜牌 他们是在半决赛里面 意外输给了广东 放完球 二比三 漂亮 漂亮 相当羞狠的进攻 扎推 这个推球不到位 确实不太到位 男运动员 他们就是身体的爆发力要更好一些 极好的弹跳力 双脚起跳非常自然 软放一拍 十一骑的突击 追身砸到对头脚下 三一四五 加油 郭主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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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沙的效果不错 这个就是沙上网的连接 中杀了之后呢 要考虑到接下来这一拍 如果打不死的话呢 要一般的对手都会挡网到前场 所以你要有一个连贯 郭主任加油 陆江左的速度不错 但是到了前场之后呢 他有一个判断上的犹豫啊 觉得这个挡网有可能是一个出界球 4比4 放一拍 擦网球 还是勾对角 抢搓一拍 突击 很好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石雨琪这一回合打得很有章法 而且他在整个球场的宽度的利用上面 留了很多的容错空间 球打得很让人放心 无论是前场还是后场的这种底线的 或者是往前的控制 都是留着很大的犯错空间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突击的把握成功率就会很高 6比4 队光组的拍面有点太开了 这个推球 他自己也是在空中又模拟了一下 刚才那个动作 还是 在力道的拿捏上面有一点问题 想错 出界了 机会很好 这就是两个人在前场 石雨琪其实他就是 你看完全是背对着球场 这个就是说一种本能 用尽浑身的力量 先把球抽回去再说 多光组感到机会来了 可以下手有一点着急 不用要这么大的角度 应该就能得分了 你现在说 好 他就给他 你不看 我看他已经 Cho' 你不看他 可不可以 自己给我 你不看他 我看他 你不看他 我看他 他就不看他 在全运会的决赛赛场上 两位来自于同一代表队的球员相遇 所以我们看到教练席位现在是空着的 这日江苏队非常骄傲 精彩 还是一个多拍的回合 勾对角 有点远往了这个回撮 难度很大 好精彩的一个多拍 这两位球员都是拉掉铁和突击型 打法的球员 现在其实纯粹的打进攻的球员并不是很多 那么包括呢刚刚登上奥运冠军宝座的这个丹麦的球员 阿克塞尔森 安塞隆 他也是属于拉掉结合突击的打法 但是身高的优势使他的进攻更加的有效率而已 倒是女子球员里面有几位是属于纯进攻的打法 就是能不能打都要打的那种 是以西班牙的球员马林为代表 那么还有新度 印度的球员 大部分的球员呢都是需要呢通过拉掉限制 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 漂亮 真的是很难打的一个正拍P对角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 其实球推得挺到位的 就是稍微的弧度不太够 是以西这个球其实真的是给的挺到位的 而陆光祖向后起跳P了个对角线 从进攻的主动性上来看 这场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甚至是陆光祖呢更加主动一些 但是他的失误也多 放放球 10比7 还是重复落点 推送 压一排 再抢放 没有过去 石宇齐 11比7领先 进入到技术间歇 11比7 11比7 刚才呢 江苏队的主教练孙俊发了一条朋友圈 也特别的说啊 现在可以开始享受比赛了 双方加油 两个都是他的爱徒 在整个比赛 竞技过程里边 他是操碎了心啊 现在呢 成功的在决赛当中实现了会师 那么在场上就真正的释放自己 表现出自己的实力就好 石宇齐是2018年的全英冠军 19年的瑞士冠军 18年的汤杯冠军主力 19年苏杯冠军主力 今年的冬季奥运会 对于他来说呢 是第一次 出战奥运会 有记者采访他说 你什么时候对奥运会有印象 他说我 就是12年的时候啊 我第一次看奥运会 他说我 那个时候 才发现羽毛球这么强大 中国队拿了五枚金牌 太爽了 然后呢 16年 里游奥运会的时候 他是以赔练的身份 去了现场 所以那时候感觉 奥运会离自己也近在咫尺 但是今年呢 是靠自己的实力 打进到了奥运的阵容 他是在八强赛当中 输给了最后的冠军 安赛龙 强放 比分的差距也是渐渐地拉开了 实际棋的速度还是要快一些 这球其实很难 球都快落地了 来回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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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6比8 这两位球员参加完全运会之后 等十天以后将会肩并肩地 再次代表中国来去芬兰参加苏蒂曼杯的比赛 这一次中国队是派出了一些年轻的选手 在这个混合团体的锦标赛里边 男单组有三位球员是由石宇齐领衔 然后是陆光组和李诗峰 球二 八九 九 李诗六 相当漂亮的起跳踢对角很轻盈 动作的一致性很好 这个揭发揭出了个滚网 光组假动作回放 半场机会 八平高球 弹两边的底线 效果很好 那石宇齐你看他两边都是直线的弹底线 但是呢他两边都有这个容错空间 就看着呢是比较放心 谢谢 好漂亮的进攻啊 十里奇的防守也不错 居然把球 这个防守反击 把球按在了界内 你看到 今天的整体来看呢 陆光祖总是先下杀招的那一方 但是他整体的得分效率不高 十里奇又是一个快速的下压 也是抓住了对方推球不到位 局点啊 第一局领先的还是非常多的 直接把球抽在了死角上面 十里奇也有一种闲停信步的感觉 现在是21比9 其实在十里奇受伤之前呢 他已经确实是中国羽毛球队啊 就是特别值得信赖的一名球员了 当然还有老将陈龙在前面撑着 那么陈龙呢 今年也确实非常非常的累 所以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这也是正在进行的 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单向决赛的直播 那么我们继续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远旺谷体育馆 来现场直播 这个球馆呢非常的现代 从外形来看呢 是一个圆形的像飞碟一样 但是它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训练场 它的意欲呢就在于 这是电子信息工程的二进制代码啊 一个零一个一 很有现代感觉 而且专门呢是为羽毛球比赛呢 来做了升级改造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两位江苏选手之间进行的男子单打的决赛 第二局依然是时以期来 先发球 发球直接得分 多方组还是采用了更加激进的一个打法 第一局它这个进攻就是次数比较多啊 也是比较主动 先下手为强 但是可惜的是没有在比分上面体现出来 球又出界了 你看像在这种啊 多拍的连贯过程里边呢 时与其的犯错率就很低 羽毛球它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就在于 运动员呢在球场上的这个四个角的方向啊 前后和这个转体的来回的移动 不仅对身体的柔韧性 对力量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同时它还有要有很清晰的头脑 就像下棋一样 你下一拍把这个球送到什么地方啊 除了你要想办法救回对手的这个 杀招之外 你还得想着下一拍你怎么摆脱 然后甚至 就是再多想几拍啊 我要用什么样的办法 来获胜这一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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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啊 陆刚祖 这一次的抓推又是在正拍对角线 在第一局当中就有一个这样 但是这球确实是推球不是特别到位 在第一局里边 在第一局里边 时宜齐有一个很好的推底线的对角线的这个球 让陆刚祖抓住了一个劈对角 打得真脆 所以就是强网 让对方不得不起高球 典型的拉掉结合突击 让陆刚祖这个表情就是啊 好沮丧啊 在网口上面的争夺 要抢得速度和高度的优势 解发球的假动作 王毅有时宜去连续两次在反拍方向来防守 放放球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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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这球裁判判出界啊 但是其实很接近 都对角不是特别到位 追身软放一拍 刹直线 比如说这种中刹的时机就没有特别好 中刹以后呢 你连贯前场 接回放 这个时间就是比较难 因为整个重心呢都跳起来啊 降下来之后呢 还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 陆刚祖呢 打得比较积极主动 在第二局目前是比分领先 五比三 六 三 十一期的时务很多 这又是一个 党网 圆网的放网 好像是 高度不够了 感觉是力量上面 没有嘛 拿捏好 劈腿脚线 注意往前连接 又是一个推球不到的 今天在正开的位置上面啊 陆刚祖的批直线也拿到一分 刚才两个批对角就是特别的漂亮啊 这个批直线批的也相当的 你看它有犯错的这个空间 这就是比较高质量的 就足够能够打死对方了 但是呢自己这边呢也很踏实 打丢了 自己的输送给十一期一分 可以看到十一期这会儿体力上面出现了一个小的疲劳期 而陆光祖呢发挥出他自己的进攻优势啊 从攻击性火力上面来讲 陆光祖是比十一期要更强的 哎呦漂亮 经过了这段喘息之后的蓄力啊 十一期两条直线 正拍一个反拍 正拍一个头顶位一个两条直线打的 这就叫养精蓄锐 依然还是有那么大的容错空间 看十一期打球现在是比较踏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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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晋 加油 徐晋 加油 徐晋 加油 徐晋 抢放一拍 再放一拍 终于靠两次的抢放 第一次组织进攻没有拿分啊 但是很坚决 还是来到往前抢放 然后给自己制造了进攻机会 时间好了以后真的不用打的特别边边 就是只要足够快啊 让对方形成了在防守上面节奏上的被动就够了 我主要是在调动对手的过程里边 他还是攻防的尺度和拿捏的不是特别好 又是一次主动推球失误 球推出了底线 小伙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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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种情况 时宇奇的连贯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他的防守整体比较的缜密 虽然他抢攻的次数不如陆光祖多 但是他的整体的打法比较让人放心 宇芬反超了8比7 球发得好 突然的改变发球的方式 太勉强了 自己也觉得自己打得很勉强 这一球是今天在比赛过程里 时宇奇少有的这种头脑 不是很冷静的一个初拍 连续两拍 第二拍的强行进攻 太勉强了 陆光祖主动的失误 又退出了边线 9比9 全运会男子单打的最大看点 就像我们所说的 经过了林丹退役之后 谁能够加冕新的全运会的男丹冠军 现在看来 时宇奇会更有优势 因为他已经先赢了第一局 赫光祖主动失误 这个球限制底线 调底线 结果又出界了 难度并不是很高 他抢位抢往抢的还是挺高的 这个点 反拍勾对角又勾大了 连续两次都是在自己 站上手机会的时候 进攻当中出现了失误 11比9 领先进入技术间歇的依然是 时宇奇 11比9 时宇奇继续发球 好球 时宇奇继继继继续发球 现在都是当打之年 男子运动员在27、28岁的时候 将会迎来他们竞技状态的顶峰 在心理和体力上面将会达到一个综合的巅峰 时宇奇精心布局 这个布局是在很好的防守反击的基础上面完成的 首先是在步伐的连贯上面比较快 几次球都防得还不错 这羽毛球比赛体力消耗太大了 判断失误了 这球给的不到位啊 一个半场球 陆刚祖也是很轻松的进攻 可以在非常心态平稳的情况下呢 完成这次进攻 这个抢网 抢到网口的高点 挺轻松的一个球 看如雨下 批队脚线 哎呦 这个球是戒内啊 真危险啊 感觉 这有点批掉的感觉 球落点还是比较浅的 是双打的前发球线 这就叫杀上网的连接不够快啊 因为在头顶背的这个对角线的进攻 是一个全力的重杀 错角了 全力中杀之后 还有一个重新启动 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你这一分打不死对方的话 下一拍就特别被动 而且往往呢 是会遇到对方一个挡网 中杀之后呢 是对方接 就是一个挡网球的话 会把球杀的 就是落在往前 批掉对角线 哎呦 变速的杀球 时宜奇这个变速杀球 抓住了对方 推球不到位 变速杀球 前面的防守啊 已经是脚下比较凌乱了 但是我们看到他还在坚持着 Wolf è宪变速度 这颈是 wrong 二 三 三 六 四 三 其实作为中国的羽毛球迷来讲 特别希望这些球员 同一时代的球员都能够取得出色的战绩 而且彼此之间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 只有他们相互的促进 才能够彼此的激发更大的潜力 形成中国羽毛球队这个优良传统的一种继承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我们很可能就需要仰仗向石与琪为代表的 这一批这个时代的运动员 来担刚起中国羽毛球队南丹的重任 所以说今年的全运会的比赛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缺席了国际赛场18个月的比赛时间之后 以集训为主的中国羽毛球队的运动员 再次证明了自己在世界羽团的这个位置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同时呢 国内的队内队员的这个水平也反映了 如实的就是反映了世界排名的情况 真是汉如雨下呀 十九比十一 十一切距离这场比赛的冠军点还差两分 点杀一拍 好 王球 走 头顶点杀很有突然性 加油 加油 连续的追分 这两分啊 十一局感觉是有一点累了 大概是分差领先的也比较多 稍微在节奏上有点松懈 陆光组靠两分漂亮的杀球追回了分数之后啊 又是一个发球失误 是与其的金牌点二十比十三 杀这一身 在动作放网没有成功 杀十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还是赢得非常的轻松的 直落两局的比分 成为了在林丹退役之后的第一个 全国运动会男子单打的羽毛球冠军 真的是很了不起啊 两位接下来的这个苏迪曼杯的比赛啊 在心态上面做了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铺垫 两位这个师兄师弟还将携手呢 在接下来的芬兰的苏迪曼杯的比赛当中呢 一起来出现代表中国队呢 来争取好的成绩 今天这场比赛呢 还是让大家看得比较的放心的 石与琪呢展示出了很高的竞技的水平 两局的比分是21比9和21比13 石与琪呢也把球一呢献给现场的观众 好了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 等一下呢还有两场的这个决赛 希望羽毛球号者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稍事休息再见